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好像倒数一样,对于今年来说 1月的第一天,Hello,Chloe朱姚你好 真的过得很快 今晚我们全女班任行程有朱姚 我们继续分隔两地,不过我们也会一起做节目 11月1日,这个月份开始 也有一些新的做法,新的措施 想象变,很多人北上 一个周末也有几十万人 今天开始不用黑马,不用那么麻烦 是的,数码那些现在停了,方便很多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真的少回去 就不知道要搞这些东西 然后就在外面,在闸口就卡住了 幸好现在停了,其实方便很多 因为有时候老人家很多都不懂得去 登记,不懂得重新新新新新的东西 对于学童来说,尤其是跨境上学,上班 因为一小时生活圈 有些朋友可能在北上住深圳福田 那些在香港上班 天天这样做 是麻烦的 老实说,对不对 所以对于经常都现在去玩的朋友 好了,不用睡 太好了 但其实很多朋友还未补回香症 补回香症 因为回香症会过期 其实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有很多朋友的回香症过期 然后因为疫情 大家都没有去搞这件事 变了几年来 其实很多人都过了期 然后政府又有一个措施 就算你过了期 我都帮你extend到12月 你还可以用 现在我看到那些人 可能去设计回香症 也设计得很迟 设计了很久都没做到 因为太多人了 是吧 收集实际太大了 是的,没错 当然了 吃东西买东西都值得 又好玩 我看一些报道说 连送都在上面买 真的没话好说 真的吗 菜那些可能可以 但生肉一定不行 一定不行 是的,一定不行 但我也听不少老人家 现在只做鸡 不知怎样拿鸡回来 只烧熟面 不知道 这些我一直都不给 其实买菜 历史真的已经很久 由几年 很小的时候 我当时带我们 很流行的地方 叫香蜜湖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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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小时候 阿姨带我们去玩 玩完之后 回香港 我真的很记得阿姨 她常常带我去玩的时候 回来 不要说话 不要说话 帮我拿着 帮我拿着 帮我拿些猪肉 不知道拿些什么 其实真的不行 是真的不行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冒这个危险 畢竟这些报道 已经出来之后 我相信那些检查 其实都真的 真的不少 但你说的物价 真的没办法 跟香港都真的 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如果不是 就不会这么多人 每个星期 都上去消费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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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玩 其实是真的 因为那边的地方很大 变成商场也很大 地方多 变成他们所有的招职 就可以很大 无论是你有小朋友 那才算 你玩个波波池也好 那个波波池 可以大到 好像我们香港的 四五六七倍 那些小朋友又玩得很开心 又便宜 那可能 一百元就玩全日 玩到他下班为止 玩到你的小朋友武力为止 对 对 接着吃饭 吃饭 基本上我们可能 一百元一个头 就已经吃得很好 吃得很多食物 吃到你捧着肚子 但可能在香港 你一百元 松点蚊的头 你也是吃一间 漂亮少少的茶几 你吃一杯飲料 就已经差不多一百元 明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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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抱着这种心态 所以很喜欢 在北上去消费 不知道这些活动 每个星期都会 每个星期有空 有空 每个星期有上去打球 我们有上去吃东西 会不会大家联络 说一下电话 这些 我想说电话 大家真的少了 大家现在都是用Apps 不是WhatsApp Line WeChat 类似这些 大家都是 其实我已经有个习惯 就是不敢打给人 是 因为你觉得打电话给人 突然间贸贸然打给他 一个信息都没有传给他的心理准备 突然间响他的相机 好像是一种骚扰的感觉 是的 是的 这个也是 我相信自从有了智能电话之后 大家在过去这十几年 比如说iPhone iPhone真的面世了 好像应该16年 现在iPhone是16 是不是15还是16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是五十六年 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真的少了电话 因为大家通常都是信息 我想不仅仅在香港 因为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地方 所以我妈因为不太懂 用智能电话的功能 比如说她发信息 WhatsApp 千万不要弄她 她是完全不懂的 教了一百几十次都不懂 我相信很多长者 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们仍然都很喜欢打电话 你今天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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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OK的无所谓 家人等等 我想都没问题 最多就说我正在工作 诸如此 可能就未必能够立即听你的电话 这样 但是譬如说在这里很多时候 我说在Toronto的加拿大 有很多人都可能真的不方便打电话 为什么她真的在开车 搶车就自然很难找到你的电话 所以你未必在有需要的时候 就找到人 所以变相是真的不方便的 所以今天想和大家一起谈 是不是真的有智能电话出来之后 大家讲电话是真的讲少了 如果你想打电话给人 其实是不是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考虑 因为现在说你要打电话给人 就是我们说做人要有礼貌 吃东西要有礼仪 现在我说说电话 讲电话也有礼仪 讲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不是说 不要说这么大声 你在吵着旁边的人 你说话这么大声 现在不是说这些 现在是讲电话这个行为 那个礼仪就是 如果我想和朱智耀说电话 其实我应该怎么做 我应该怎么做 是的 我现在的礼仪是 逢偿我如果想打电话给彭晴 我不会马上打给他 我突然打给他 就好像没有礼貌了 我要怎样才可以打给彭晴 我会传个WhatsApp给彭晴 你正在做什么忙忙 free for quick call 你方便赶电话吗 我要等你回覆我 可能你今晚看不到 有可能隔了不知多久才回覆我 我现在可以 或者我在做事 你晚点回来 类似这样 是的 是的 因为没办法 现在发信号信息 实际是太普遍 你说过去这十几年 说电话的用途 其实是减少了 又或者你会在某些情况下 甚至说电话的行为 其实在不同岁数的人身上 他们的频率 他们喜欢不喜欢说电话 会不会说电话 这个行为 其实都是可以反映得到的 再加上什么 现在说电话 不单止拿起说语音的电话 我说的电话 可能分分钟我Facetime你 或者我是Messenger call你 意思是什么 我不单止听你的声音 我是看到你的样子 即是这个沟通的方式 才是现在 不如我跟你 或者香港可能WhatsApp call 比较多些 我跟你说电话 是跟你说电话 但是我不是只听你的话 我要看到你的样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相信这个注意的情况 真的要说到用离仪这个字的话 相信更加严重一些 你喜欢说这些video call的电话 其实 我常常都 逢说video call的电话 多数都差不多等同于开会 嗯嗯嗯嗯嗯 看到你的样子 要是吧 是的 那就要收拾好一点 首先要发个小笑容 先弄个头 不要像睡醒那样 接着就套衣服 不要穿睡衣 是的 有很多事情 你要做了 你才会做video call 除非你说我妈妈打来 是的 你要什么 你可以帮我拿 那我就会video call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那个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这个 这些就不怕了 但如果平时正常 就真的很少video call 多数都开会了 对 所以留意到有些说法 就说 当然了 你说现在说电话 是的而且确要留意 就是那些所谓的做法 礼仪等等 不过 你和他的关系 你的岁数 或者这个所谓的 这个电话 那个背后的重要性等等 其实都是有影响的 如果大家的关系 就是亲近一些 亲密一些 可能不需要说有这么多礼仪 例如可能你擦擦牙的时候 舔妈打给你 你不会那么介意 但如果你擦擦牙的时候 突然之间有些工作 还有伙伴打给你 还有一个video call 对 Bitcoin干什么 什么人 谈情打给我 不要 你自然都会这样 对不对 所以 是的 我想这些东西 真的太方便了 因为现在 所以都要留意 我想好像我们这样 好像你刚才说 开会会会用video call 会比较多些 但你说平时 是的 如果是那些年轻人 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谈video call 有多些这个 真的有个疑问 我觉得这个礼仪 真的挺重要的 因为我真的有见过一些朋友 可能一群朋友一起吃饭 喝东西很开心的时候 突然想起 喂 彭程没有来 不如现在打给他 然后就video call 彭程 我上一次这个朋友 就是video call 一个女孩 其实当时已经12点多了 她就video call 这个女孩 在群众面前video call 她 这个女孩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收线 但你又video call 我又没有化妆 我睡觉 然后你就在群众里 我又听了个电话 譬如说我是那个女孩 我听了 Hello 其实我已经很 这个样子 完全不想见人 这个朋友 还拿着这个电话 我现在和Chloe 彭程 可南一起 你看一下 然后所有的男女女 其实都很尴尬 也很无奈 打招呼 Hello 其实可能有童话 跟你不是很朋友 对 那个女孩尴尬到一个点 我看到她的样子很牵强 但是又很无奈 其实打招呼的朋友 也很无奈 因为那些朋友 其实跟他都不太熟 对 我刚刚也是打了一个video call 给我朋友 不过我之前也有text他 我告诉他 我还没说电话 然后就一起说个video call 因为是同学 所以都见了大家的样子 不过我们大家都没有化妆 所以在家里打招呼 都可以 也知道她刚刚起床 是这样的 但是你说到现在的礼仪 他说 如果你真的要说电话 记住就不要 他说不要留语音的讯息 为什么呢 他说尤其是你需要什么 尤其是你需要传达一些资讯 你需要准确的 不可以错的一些讯息 一些factual的东西 他说最好你 就麻烦用文字的方式 就是text的message 他说给对方 因为有很多人 都不会听这些textmessage 即voice message 嗯 是 我自己就会听的 即是认识的 你一定会听的 即是现在很有趣 有很多诈骗电话 有些东西 对啊 我总是觉得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真的很差 我发觉我的电话 我现在很少听电话 那些电话号码 我看到我不认识 或者我没有进电话簿 我多数都不接的 太多了 又说自己入住 待会又说在哪里 有邮件 接着就到Whatsapp 你好啊 我是陈太介绍 就是想找你补习 即是那些 要不是补习 就说找你相亲 或者怎么样 是的 要不就有些人 就有些人 就说Hello 或者只是你好 他又不会说他是谁 又不会说发生什么事 即是我们这些 如果我要找一个人 我是跟他不熟的 我就会说 你好啊 我是Chloe 我是彭程介绍给我 叫我来干什么干什么 是的 就是这样 这个码头一定会有这些资讯 是的 是的 那些人通常都没有 他也有 他会说 我是谁介绍你来相看的 芳衣介绍 除非你真的有去相看 如果不是 谁会有这样找你 对 所以这些我从来第一时间 就报告 然后阻止了他 是的 我也是这样说 这些三不四七那些 那些传媒陷冷 都已经不会理解他 是的 但是你说是的 我觉得也是因为 一些骗案的 骗案实在多得太重要 所以你不会接电话 第一 第二 这些讯息 真的很少会听这些留言信 他说除非是什么 除非你想用你的声音 跟他说一些很特别的说话 譬如你很想念他 你很爱他 那些这样的东西 如果不是 就不要再留这些 语音的讯息给别人 我觉得就算是也好 就算是也好 就算是也好 你接电话 然后打电话 给他直接说 好过这样去留言 也不是的 有时候我都会留一点点言 有时候也 因为有时候在工作上也好 沟通上也好 其实当你用文字 去表达不了那种 很友善的时候 有时候你要去拒绝一些人 或者在工作上 如果你没有那些语气 只用字好像很恶 或者很命令式等等 或者太友善 太严重性 有时候我怕对方会有厉害 我打完字 我看一看 没有语气 可能会不会的 他会不会我不开心 或者不会大家的感受 于是我就会留言 谢谢你 虽然这样 不过我们也是觉得不好 但其实真的很麻烦你 真的很感谢你 你明白吗 你拒绝他 但你又想表达你的感谢 我就会选留言 因为有语气 是 你想知道对方 你想让对方 知道你的一些特别的语气 是的 有时候 真的做不到这个功能 但是我想你不会经常做 或者别人都未必会听 可能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灰色地带 就是这样 但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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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和人家说电话之前 在这里都建议你 不如你告诉对方 你会打给人 这样 但又要记住 因为可能有时候 我们会用一些 简单一点的说法 比如说 call me 这样 如果你看到一个 文字的讯息 看到call me 你会有什么感受 你会觉得怎么样 好像命令式 是 因为你没有了 麻烦 call me 我就会觉得 好像没什么礼貌 或者命令式 甚至如果你想和人家说电话 你会说 call you 或者我可不可以用中文打 我可不可以打给你 因为你说完之后 可能都会容易 都会变成文字 现在 所以你真的不需要打 所以他说 你想别人打给你 或者你会想打给别人 也要留意 你如何去tax 因为一看到call me 第一 没礼貌之外 就会觉得 是不是很重要 很重要 是有什么紧急词 是不是有什么 所以就算你想写call me 不如你 冒号 或者告诉别人 到底是关于什么 那就会令人相对 比较清楚 又不会这么尴尬 那些 嗯 我觉得这个 也是真的 重要的 是真的 都是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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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老实说 打电话 是一个人 听电话 也是另一个人 所以 如果你真的没有空 你会怎么做 你都不会听到这个电话 其实都 他打电话 我没有空 那我一定不听 他听不到 是吗 是没有办法 那不需要觉得有什么 因为有时候真的 老实说 现在是 大家可能 有时候不方便 在开车 开会 其实在开车 还好 因为你的车 其实很多时候 都拼了喇叭 你还是听着 最多 就尴尬 可能你的车上 有几个人 就个个都听着 你的电话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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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会这样 就会尴尬 但其实 我都听 就用那个声音 个人都听到 他也是提醒其中一个 讲电话 真的其中一个礼儀 就是你不需要开车 给其他的人 全部都听 是 因为现在 在车也好些 起码就算你这些人都懂 但是譬如在街上 就是 如果你真的跟你讲电话 是的 就不用说按个车 然后就全世界都听到你 但无论如何都好 他都说 总之有些东西 是factual的东西 是一些 资料性的东西 麻烦你用这个文字 会比较好些 但是如果有一些 真的你需要一些语调 语气 或者一些情绪 去表达出 哎呀 真的麻烦你 麻烦你又真的 要真的 打个电话 打电话相对 就比较好些 但是他这个建议也提醒你 如果你真的打给人 然后你找来找去 都找不到那个人 的话 他建议你一定要找到他为止 因为他可能真的有些事 未必真的发生事 所以他说这样会比较好些 嗯 是否呢 我又觉得不一定 因为他真的可能旅行了 是啊 如果那个地方 他真的找不到他 是不是啊 啊 还有要看大家的关系 嗯 就是大家的关系 是不是找不到你 就一定要找到你为止 那个是情侣关系啊 或者真的那些besties啊 才会想这样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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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还有呢 他说现在呢 其实出了一些新的功能 是些什么呢 虽然说 刚才说 可能已经少人用了 但是现在呢 是video call 的voicemail 他说现在流行 嗯 你可以吗 那不是很浪费 哈哈哈 很浪费数据 其实呢 说到这个留言呢 我妈是很喜欢留言给我的 她一个习惯就是打电话给一个人 打手机 如果那个人是不停的响 然后跳去留言信箱呢 他就一定会留言的了 你好 我是朱太 有空回电话给我 12345678 就是一个指定动作 他觉得自己 是的 他一听到这个嘟一声 他就自然会说以上的所有话 挺搞笑的 是的 我其实从来都不听留言信箱 但是呢 他也会弹出来的 有时候 是的 但是有时候他也不弹 我呢 现在连留言信箱 那个number是什么 我都不记得 那些什么声988 就是打电话 你连那个打去 听你的留言 那个电话 那个number 你都差不多不记得了 因为你已经没有人会留言给你了 是的 通常留言的那些 都是骗人的那些 然后是那些 露音的那些 普通瓜 是的 因为他不知道 是的 他不知道 你根本打了他也不知道 是的 所以我经常跟我妈说 你不要再留言了 很麻烦 你流了个言 我以为真的有人留言 然后他说 我真的留言给你 叫你打给我 我说 我听过留言的时候 可能已经是四天后了 你帮我打给我 是的 他很有趣 他有这种习惯 我不知道大家 对于说电话 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 或者新的习惯 休息之后 我们也和大家一起聊 有些人说 现在很焦虑说电话 到底是怎么去理解 如果大家少说电话 真的会不会影响我们沟通 以前我们经常说 现在真的没有 那我们怎么增进感情呢 回来我们再谈一下 一会见